今天,我就来讲讲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以此来告诫你们,记住,千万别把公婆当作亲爹亲妈,我始终记得,因为公婆总半夜去厕所,我心中起疑,而那天凌晨两点,我因为口渴起来喝水, 可是喝完水,转身准备回房时,我却无意看见公婆又起来去厕所了,我好奇跟去查看,就听见厕所里传来一阵议论的声音,而且隐隐约约还夹杂着我的名字,这么晚了,他们还在厕所里说我什么呢? 我出于好奇,便走过去听,然而,等听清他们的对话后,我当即就吓得浑身发抖,当时,我听见他们好像在议论我的事实,于是我便放慢脚步,重新走回门边,透过窄小的门缝,我隐约看见公婆坐在里面, 嬉戏拉拉的月光照进来,只映亮了他们的半个身子,整个头部都笼罩在阴云底部,全然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咱家现在很窘迫呀,你要舍不得叶子,把它留下就是了,留下我,舍不得,我停住脚步,继续往门缝里看去, 婆婆的声音里带着些许不忍,哽咽道,可是,可是叶子是唯一一个不嫌弃咱家的,你看咱儿子阿辉,在医院里躺了四年啊,四年,除了我们和他,还有谁照顾阿辉呀? 后面的声音渐渐消散,变成了迷迷糊糊的一语,我的双腿依旧牢牢地定在原地,眯起眼睛,仔细观察着室内的一切,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很奇怪,公公长叹一声,唏嘘不已, 亲手拍了拍婆婆的后背,犹豫道,别这样,咱也是迫不得已,刀扎在我们心上,我们也疼啊,只能,只能这样做了,我听得迷迷糊糊,不知所以然, 以为是他们在谈论我丈夫阿辉的病情,便没再多想,准备回房。 你知道,我们是要干什么吗?我们现在要一个肾啊,只有这个肾,才能救活咱儿子的命, 你懂吗?刚抬起的一只脚,又重新放下,我的眼神晦暗不明,脸色煞时变了颜色。 我再次来到房门口,黑暗之中,我看到公公伸手捂住婆婆的嘴,不住颤抖道,小声小声点, 别让她听见了,这个她是谁?我妈,心下不由一阵恐慌,我最后看了眼房间内部依旧昏黑的看不清内部, 只是我总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盯着我,我不由地浑身发抖起来。 就这样,躺着胡思乱想了一个晚上,第二日起床时,眼前两个浓重的黑眼圈让我打不起精神来, 只机械地做着自己的家务活,全然没有了生气。 叶子,你去给阿辉送饭吧,我去接孙女放学。 一直近乎沉默的婆婆忽然叫住我,语气阴雅低沉。 我没说什么,沉默硬下,提起桌上热腾腾的饭菜便要出门。 但很不幸,我的后脑勺疏忽传来一阵剧痛,我痛苦地趴在地上,眼前阵阵昏黑。 朦胧间,我看到提着棍子的公公在对我笑,而旁边也站着面色猙獰的婆婆。 他们正一步一步地逼近我,再然后,我就没有了意识,直接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处手术床上,双手被紧紧地绑着,全身上下几乎动弹不得。 接着,我就看到不远处正站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慢慢向我走近。 当看见他的面容时,我顿时就慌了。 因为这个人,我简直熟到不能再熟了,他是我的老公阿辉呀。 你,我对着老公默默而逝。 是阿辉,一切都是阿辉做的。 全身上下几乎颤抖到无法行动,我瞪着一双美目看他,直直地看他,似乎要将自己的怨恨尽数送入他的眼中。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对不住了,叶子,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病。 他嘀嘀地咳了几声,虚弱地抬起手,关掉身旁的一扇窗户,而后一瘸一拐回到原地。 背对着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 公公紧跟着进来,身后跟着一位身着黑衣的男人,那男人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下一双眼睛锐利而冰冷地看着我,手上提着一箱医疗用品。 婆婆也推着一堆手术用品进了屋子,而后快速关上门,三人围在我身边观察。 有人给我打了麻药,我的身体逐渐僵硬下来。 我麻木地躺着看他们,公公见我这般,又叹了口气,叶子,你就当给阿辉做件好事,你也希望他的病赶紧好起来吧,只要你把肾给卖了,卖了我们就有钱治病了。 是吗?我在心里问自己,只感觉好笑,但他们并未看到我悄悄动了动手指。 婆婆以一种极其壮烈的表情看着我,眼泪止不住地掉落在地,终归忍不住内心的惶恐。 扑到地上,大声痛哭起来,动手吧!公公将婆婆尽力安抚住,对那个男人微一点头示意,男人了解,缓慢地将手中的针拿起,而后扎到公公的身上。 啊,公公突如其来遭受了这次暴击,一下子瘫软在地,身子像一滩烂泥般,无法动弹。 我慢慢爬起,慢慢下床,慢慢将她放到手术床上,对着男人奄然一笑,动手吧! 身后传来阿辉的倒吸凉气声,叶子,你对我爸做了什么? 做什么,当然是治你的病啊,取了她的肾,让你活下来。 我背对着她,悠悠笑道,看着男人逐渐动了刀子,心下不由一阵开心。 你,你个疯子,阿辉似乎是气急了,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就要将我推到墙上。 我不懈地笑了笑,反手将她推倒在地,窗外传来第三声鸡叫,嘹亮而富有朝气。 天亮了,婆婆已经下昏过去,阿辉也躺在地上,手无腹肌之力。 我冷眼旁边,目睹了公共肾脏被切割下来的每一次过程, 而后满意一笑,谢谢你了,一共十万,收好。 男人冷冷地往地上邪逆一眼,踏着阿辉的身体走了。 我满意地数了数钱,张张整齐没有褶皱,是全新的钞票。 得意地笑笑,我收好钞票打算跑路,突然却顶到了什么锋利的东西,凉凉的,尖尖的。 我听到阿辉站了起来,她就站在我的背后。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有病吧? 好了,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难得有情人。 我从没想过,桌间在床这种事会在自己身上发生。 看着丈夫和一个女人赤身裸体地躺在我们的床上, 记忆如潮水般涌现。 几十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妈歇斯底里地对着狗男女拳打脚踢, 而我那个懦弱多年的父亲为了保护她的真爱, 竟然一脚踢在了我妈的肚子上。 八岁的我缩在墙角瑟瑟发抖, 父亲恶犬般凶狠的眼神, 让我对婚姻彻底死了心。 游文栋是我妈亲自挑的女婿, 她说她看起来老实,结婚后不会搞七年吧。 呵呵。 我举起手机拍下了眼前精彩的一幕, 老实人的慌乱, 无耻, 恶臭, 尽收眼底。 游文栋试图跟我解释, 我却面无表情地盯着那条新床单。 上礼拜她说她皮肤容易过敏, 我专门去找了八十只的全棉共断, 出门前才刚铺上。 就不能去开个房吗? 我红着眼, 直勾勾地看着她。 我要离婚。 你疯了吗? 我妈大惊失色, 男人在外面有点花头正常的呀。 你爸不也这样? 你管他外面有几个, 只要把钱攥在手里咬死不离婚, 他能拿你怎么办? 然后像你跟我爸一样过一辈子吗? 那有什么不好? 你爸到死还不是没跟我离婚? 我不明白他眼间的骄傲从哪里来。 是啊, 他到死, 到说不出话的时候都在用眼神说恨你。 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意思? 托你跟我爸的福, 我对感情都没有奢望, 只是想要有个安稳的家。 既然游文栋是个混蛋, 那我为什么还要跟他过下去? 你有钱吗? 我妈冷笑, 你当了八年的家庭妇女, 所有的生活开支都是你老公给你的。 离了婚, 你能养得起自己吗? 她的话点醒了我, 我要离婚, 但绝不能空着手离婚。 游文栋这几天都在打念, 她和盘托出跟撒在一起的经过。 第一次是因为酒后乱性, 之后便日久生情, 俩人还常常趁我回娘家的时候来家里翻云覆雨, 整整苟且了两年。 我听得恶心至极, 一分钟也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 只想尽快离婚。 我估了下婚内财产, 房子两套, 车一辆, 还有大概八十万的存款。 车和现在住的这套大房子可以给她, 令人作呕的床单被褥也都留给她。 我要市区的小套公寓和八十万存款, 应该足够我离婚后的生活保障。 嘉宁, 游文栋眼睛红红的, 真要做这么绝吗? 是你做的绝, 游文栋。 我一字一句道, 你出轨的时候就没想过有这天吗? 嘉宁, 她拽住我的衣角, 声音滴滴的, 我知道你已经打定主意要离婚了, 我拦不住你, 但是那八十万现金, 想都别想。 我甩开她的手, 我已经够给你脸了游文栋, 大房子给你, 留给你俩, 接着干恶心的勾当, 但是存款不可能, 里面还有我的嫁妆, 你一毛钱都别想。 你听我说, 嘉宁, 游文栋面露难色, 之前渔文家里有困难, 我把八十万先挪给她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把我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存款全部给了她。 她低下头, 脸上有我从未见过的愧疚。 嘉宁, 对不起, 当时她有困难, 我实在没办法袖手旁观, 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对我很好, 可你总让我有疏离感, 但是渔文不一样, 她让我有了做男人的感觉, 后面的话, 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只知道浑身都像凌迟一般的疼。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渔文了, 之前渔文栋单位搞团建, 我和她有过一次照面, 端正的五官, 瘦小, 柔弱, 丝毫没有攻击性, 让同性都忍不住产生保护欲。 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打碎了我现实安稳的梦境, 毁掉了我的家庭。 对不起, 她在我对面垂头, 折叠起无辜的嘴角, 你别怪文栋, 她是个好人, 我在心里冷笑。 是啊, 不好能给你八十万吗? 她把我的嫁妆, 还有前几年千辛万苦 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 全部拱手给了你。 我在家里辛苦操持八年, 不及你装一次可怜。 我不需要道歉, 也不是所有道歉都能被原谅。 我异常平静, 把钱还给我, 你们俩爱怎样怎样, 我不会管。 她抬起头, 你想打我骂我都可以, 但是钱我真的拿不出来。 看来你是打定主意 不准备还了呀。 我冷笑,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以为这钱给了你, 就是你的。 那是我和尤文栋的婚内财产, 就算上法院, 那也是她非法赠予, 你还是得一分不差地还给我。 她沉默不渝, 一副油盐不尽的样子。 本来我还想给你们俩留点脸面, 但如果你不想要也可以。 我把那天的床照丢给她, 你们是事业单位吧, 需要让同事领导都瞻仰一下你俩的好事吗? 照片散落一地, 她沉默半赏才开口, 如果你非要这么干, 我也没办法。 钱已经花了, 就算法院强制执行, 我也拿不出来。 不过我也可以告诉你, 你越是这样, 文栋越是不会爱你。 她利落地起身告辞, 只留我一个人在咖啡厅。 我一张一张地捡起地上的照片, 眼泪止不住地躺。 白花花的肉体, 沾湿的发丝, 惊慌失措的表情, 每一张都彰显着我的可笑和愚蠢。 几乎只用了一分钟的时间, 我编辑了一条九宫格的长微博, 听了他们单位的官微, 以及我知道的所有同事。 在按下发送件的那一刻, 我知道我和尤文栋夫妻八年, 连最后一点体面也荡然无存了。 但我没想到的是, 我的人生也因为这条微博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于文死了。 本来我只是Q了他们的官微和同事, 但不知道被哪个大V赚了, 一天之内就上了热搜, 铺天盖地的漫马随之而来。 他们俩被领导约谈, 丢了工作。 但网友并不买账, 他们人肉出了于文的地址, 给他寄花圈和死老鼠, 还有人跟踪他泼粪。 一个月之后, 于文不堪其扰, 从二十四楼跳了下来, 死相难看。 我和邮文栋顺利离婚, 他把两套房都给了我。 从明政局出来之后, 他抡圆胳膊, 扇了我一个耳光, 恶狠狠地撂了最后一句话。 宋嘉宁, 你就是个恶毒的贱人。 我站在原地, 脸上的疼不及, 心里一分。 他的眼睛里, 有跟父亲一样增艳的胸光。 悲剧的重演, 从不过问人们的意愿。 我用尽毕生力气, 避免成为跟我妈一样的人, 却始终逃不出相同的结局。 他终究还是恨透了我, 尽管先伤害我的人是他。 整件事里, 唯一高兴的人是我妈。 哎哟, 你成天丧着张脸干什么了? 见人死是他的报应? 你想这么多干嘛? 抓紧再找个人过日子, 才是正事。 我让你王仪帮你多留意留意, 我心里烦躁, 你够了没有? 游文栋是你一口一个老实人, 非让我嫁的。 现在弄成这样, 你满意了吗? 他愣了一下, 文栋还不老实吗? 离婚两套房子都给你了。 现在还有哪个男的这么大方啊? 他的嘴巴一张一合, 说着三十多年来我都听腻了的废话, 最后还让我把小公寓卖掉, 给点钱让他做生意, 两套房都给你。 我面无表情地起身, 以后别再插手我的生活就行。 三十八岁, 离异, 没有孩子, 重新找了工作, 依旧独身。 人前我笑容可居, 生活无忧,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夜里才是梦魇的开始。 我常常梦见游文栋, 他眼里的凶光和愧疚交替重叠, 让我分不清真假。 有时也会梦见游文, 他满脸是写得朝我走来, 一遍又一遍地跟我重复, 他不爱你, 永远也不会有人爱你, 我泪流满面地醒来, 枕边却空无一人。 后来我注册了乡亲网, 但三年来遇到的 却尽是些不入流的牛鬼蛇神。 别说爱了, 他们眼中甚至都没有生而为人的光。 红娘委婉地提醒我, 我的条件在相亲市场 已经没有竞争力了。 最好还是放低一些要求。 其实我比谁都明白这些,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 婚姻就是过日子, 哪有什么感不感情的。 所以我从没有恋爱过, 毕业后没多久 就稀里糊涂地 嫁给了游文洞。 但是这一次, 我不想再将就了, 哪怕孤独终老。 也许这就是余文 对我的诅咒吧。 但我没想到, 在相亲网会员到期之前, 我会遇到杨申。 宋佳宁, 你的名字很好听。 杨申给我发来战内信, 我点开她的资料, 二十八岁的海归, 头像是一张全身照, 身形齐长, 阳光帅气地长相, 约收入五万家, 未婚, 又是一个骗子。 我聊赖地关掉对话框, 她又发来, 已读不回吗? 那我只能找红娘约你了。 这骗子还挺执着, 我笑了笑, 锁平了手机, 没过多久, 我就接到了红娘的电话, 说有个叫杨申的小伙子, 想约我见个面。 我拒绝了。 红娘很诧异, 能听出来, 她觉得杨申能看上我, 简直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千方百计地劝我见一见。 我一大把年纪了, 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没结果的人身上。 红娘有些为难, 那宋姐, 你加下她微信行吗? 她是我们的高级会员, 要是没签上线公司, 又该扣我钱了。 加了微信, 你见不见她都行。 我同意了。 加了杨申的微信, 却忘记屏蔽朋友圈。 她的微信头像是另一张穿着正装的半身照, 脸更清晰, 仪态也更职业, 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样子。 你在润光做财物? 杨申问我, 显然是翻过我的朋友圈。 我懒得回复, 想着过一阵删掉旧事。 没想到这段孽缘从此时起, 就已经正式启程了。 重新回到职场的路并不顺利, 尽管我有学历, 但八年的主妇生活足以让用人单位摒弃。 要不是我有个老同学已经贵为财务总监, 恐怕润光连面式的机会都不会给我。 我珍惜这次得来不易的工作机会, 尽管只是个小小的出纳, 但我依然兢兢业业地做好分内之事, 尽量低调做人。 但职场又岂是那么简单的? 老同学时不时抛来的暧昧眼神和不甘不敬的小动作 让我厌恶至极, 但为了饭碗, 我也不得不隐忍。 公司筹建战略发展部, 高管们都去应酬了, 老同学非拉着我一起, 让我帮他挡酒。 KTV里胡光交错, 新来的战略副总众星捧月, 人人都尚赶着八戒。 我一个小出纳, 全程坐在角落默默无闻。 本想趁早找机会开溜, 没想到老同学几瓶马尿下肚散了德行, 趁我上厕所时将我堵在门口。 嘉宁, 老实说, 上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你, 听说你离婚了, 他满脸飞红, 一张臭轰轰的嘴就要贴上来, 我惶恐地几乎要哭出声。 绝望之际, 呼地传来一记沉闷的击打声, 老同学应声倒地。 那一拳来得迅猛, 我甚至没看清是谁打的。 紧接着场面就开始混乱, 老同学和新来的副总扭打在一块, 所有人都慌乱地拉架。 唯一记得的, 是散场后那双乌青的眼圈下裹着的清澈铜仁。 他站在KTV交错的灯光里向我伸出右手。 你好,宋嘉宁。 我是杨申, 很高兴认识你。 我这才认出来, 战略发展部的副总就是我微信里的杨申。 这个后来让我体会到爱, 又让我生不如死的男人。 原来, 他才是余文真正的诅咒。 斗殴原本是大事, 但杨申十分受大老板赏识, 这件事就当内部矛盾大而化之地处理了。 不过新副总和财务总监 为了一个女人打架的消息, 还是在公司不静而走。 有人说是因为在KTV看上了同一个小姐, 也有人说是之前的丝绸, 但没有人往38岁离异的宋嘉宁身上想, 这让我稍稍松了口气。 可杨申却偏偏不避嫌, 每天笑咪咪地跟我打招呼, 偶尔还会顺手烧一份早饭放我办公桌上。 公司逐渐有人传出, 杨复总是为了我财和财务总监打架。 敬业的长舌妇们纷纷添油加醋, 最后竟传出我是因为在外面脚踏两只船, 被老公发现, 才离得婚。 这种情况下, 我更是像躲瘟疫一样, 对杨申逼之不及, 见面就绕道, 发微信也不回。 可我越退, 他就越近。 某天主持完公司例会之后,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邀约, 送会计晚上有空吗? 一起吃个饭吧, 我有点事想请教你。 同事们虚声一片, 大呼有情况。 没空, 有事你微信跟我说吧。 我抱着文件夹匆匆不出会议时, 长舌妇刘姐一脸八卦地追上来, 问我和杨副总到底什么关系。 我没好气地敷衍了一句, 他是我侄子。 他失望地捧着保温杯回了公位。 杨申不依不饶地给我发微信, 晚上要忙什么。 相亲, 你会员不是到期了吗? 我又续了一年。 这么恨价, 对话框显示正在输入, 宁愿去见啤酒肚的黎毅男也不考虑我。 不考虑? 我坚定地敲下这三个字。 红娘给我介绍了老卓, CBD优质精英男, 比我大两岁, 黎毅也没孩子。 老卓迟到了十分钟, 但我并不生气。 没有地中海, 也没有啤酒肚, 长相谈不上出众, 但至少看着顺眼。 席间我们聊得很愉快, 他是做审计的, 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都不缺话题。 饭局快结束时, 老卓向我坦诚他是丁克, 问我能不能接受。 难怪, 这么一个优秀的男青年, 就算离异也该很吃香才对。 可我是想要孩子的, 之前和游文洞有积极备孕, 只是一直没怀上。 近两年, 焦虑也有这个原因, 眼看年纪越来越大, 就算我能等, 子宫也不能等。 正直犹豫间, 杨申突然给我打来电话, 我摁掉, 他又打来, 再摁, 再打, 不好意思, 是我同事, 接吧。 老卓十分善解人意, 说不定有急事。 杨申喝多了, 在电话那头胡言乱语。 宋佳宁, 我想见你, 你别发疯行吗? 我压住怒气, 喝多了你就赶紧回家, 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我不是你侄子吗? 刘姐是真的敬业呀。 我不去, 你找别人吧。 我拒绝得干脆。 是吗? 我明天就跟全公司说你是因为我才离的婚。 宋佳宁, 你来不来? 我跟你说, 我真的会, 我按掉电话, 匆匆回到席间跟老卓致歉。 不好意思, 同事突然找我有急事, 我可能得去一趟。 没事, 能理解的。 老卓儒雅地笑了一下, 在我提包的那一瞬, 他也拎起了车钥匙, 我送你去吧, 这么晚了, 女孩子打车不安全。 看着他毋庸置疑的眼神, 我心中一阵颓然。 我俩大概率是黄了。 我坐在副驾悲哀地想, 成年人的相亲, 个个都是人精。 老卓提出要送我, 很明显是对我的说辞有怀疑。 杨申也很争气, 果然定定地在饭店门口等我。 我下车礼貌致谢, 杨申插着兜, 一把拽住要关上的车门。 这就是你相亲对象。 他弯腰和车里的人打了个招呼, 用一种玩味的眼神。 挺好的, 他单手搭在车门上, 认真地审视其老拙, 就是长得老了点。 我面色铁青, 发力拽了一把羊身, 低声道, 你发什么疯啊? 怎么了, 宋嘉宁? 于公我是你上司, 于司我是你侄子, 替你把把关不过分吧。 老卓笑了一下, 大家都是成年人, 他当然对杨申的行为动机心知肚明。 杨申挑眉, 再次弯腰跟车里的人说话, 不好意思, 你别误会, 是我单方面喜欢宋嘉宁, 他一直拒绝我来着。 够了杨申, 我历生喝倒, 他终于安静下来, 真的抱歉, 他喝多了。 你先回去吧, 谢谢你送我。 我跟老卓道歉, 心下一片凉意, 我知道我们不会再有后续了。 老卓绅士地冲我点了点头, 缓缓将车开走。 现在你满意了吗? 我深吸一口气, 转头问杨申。 他望着我沉默了几秒, 缓缓道, 为什么连他都可以, 我就不行。 我深吸一口气,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长得好, 学历好, 年纪轻轻就当副总, 所以所有女人都理所当然该喜欢你。 不是, 他沉声道, 你知道就好。 杨申, 我不知道你什么目的, 但我告诉你, 我不是什么少女, 没时间陪你游戏人间, 请你离我远点, 如果你做不到, 那就我远离你, 明天我就可以辞职。 他眼里的光渐渐暗淡下去, 梁酒, 才缓缓道出一句, 我知道了。 之后的杨申果然很规矩, 在公司和我保持着恰当的距离, 除了工作需要, 连微信都不再跟我闲聊。 我自以为聂缘已经告一段落, 犹豫再三, 是不是应该要跟老卓解释一下。 某天鼓起勇气, 发了个表情给他, 才发现人家早就已经把我删除了。 于文的梦眼再次袭来, 梦里的他笑得愈发猙獰, 不会有人爱你, 永远都不会有人爱你, 他掐着我的脖子, 我在梦里挣扎, 却怎么都醒不过来。 第二天我昏昏沉沉地被闹钟叫醒, 体温已经烧到了39.3。 我硬撑着去了公司, 总监对我的工作效率很不满。 自从上次在KTV的事之后, 他就看我极其不顺眼。 我知道他总想给我穿小鞋, 但因为我平常工作比较细心, 没让他抓到把柄, 所以还算相安无事。 上午处理完他丢来的一堆文件, 我的体温飙升到39.8度, 摇一摇脑壳, 感觉脑人就像豆腐一样来回晃动。 我写了张请假条, 总监不情不愿地签了字, 林了还抱怨我能力不行, 要我好好准备年终数值, 别拖部门后腿。 我回家磕了力药, 又打电话给我妈, 让她过来给我炖锅汤, 昏昏沉沉就睡了过去。 醒来十天已经黑了, 我听到客厅里我妈浮夸的笑声。 这种笑声很好辨认, 是她强烈想把我推销出去时独有的贺资。 哈哈哈哈哈哈, 哎哟, 我就说嘛, 我们家宁还是命好, 能遇上你这么个年轻又优秀的领导。 眼熟的不速之客坐在我家的沙发上, 神色自若地踏着我的卡通拖鞋, 跟我妈聊得好不热乎。 嘉宁你醒了? 我妈没开眼笑, 那我去炒菜了。 她抛给我一个耐人寻味的眼神。 我说宋嘉宁, 你就不能准备一双大马拖鞋吗? 杨申下了一口茶, 闲湿地表示着不满。 家里没男人来, 她挑眉, 我不是男人。 我夺过她手里的茶杯, 我还想问你, 你来干嘛? 我邀请你了吗? 你一点都没你妈讨人喜欢, 她可是很欢迎我来的。 她意味深长地笑, 看她这副寡怜贤耻的样子, 我又想到老同学白天的刁难, 一股无名火莫名腾生。 你跟我进来。 我揪着阳身的袖子, 把她拽进房里。 刚想质问她, 却被她掀发制人, 逼至墙根。 干嘛? 回心转意了, 想明白要找年轻的了。 她毫不避讳地贴近我的脖梗, 呼出若有肆无的热气, 明目张胆地轻薄。 我怒不可遏, 抬手就要给她耳光, 却被她抓住手腕摁在了门板上。 年纪大了, 别轻易动气, 对身体不好。 你松手。 我吃痛, 忍不住叫出声。 你也不问问, 我今天是为什么来就要打人。 像你这样的人, 还能为什么来? 我眼里浮出的不屑惹怒了杨申。 她用力扣紧我的手腕。 宋佳宁,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魅力无限啊? 我撇过脑袋, 我从没这么想过。 我只是个离了婚的女人, 但也不代表就能被人随意轻薄。 杨申冷哼了一声, 顺势松开我的手腕, 谁要轻薄你, 也不看看是谁吃亏。 我揉了揉发红的手, 就见她从口袋掏出一张结算单, 是我上午签完的那批。 杨申把单子递给我, 你签字前核实过款项吗? 送会计, 你就是这样做账的。 我用手机仔细核对了下汇款记录, 确实有问题。 大概是白天稍晕了, 稀里糊涂就签了字, 不然我绝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这张单子要是交上去, 被开除都是轻的, 搞不好还要负法律责任。 明明白白的证据摆在眼前, 我确实无话可说。 是我的失误, 对不起。 你想怎么处理, 我都认。 杨申饶有兴致地看我, 哦, 真的我想怎么处理都可以。 你想干嘛, 直说, 我戒备兴起。 我想请你发烧了, 就别上班了行不行, 你不要命, 公司还要。 他又从另外一个兜里 掏出两盒药, 一盒感冒零, 一盒不落分。 杨申把药丢进我怀里, 走公司账啊, 记得给我签报消单。 他便说边拧开房门, 没走两步又退了回来, 笑咪咪道, 对了, 我今天在你家吃晚饭, 你妈邀请我了。 我一把拦住他, 我都拒绝你这么多次了, 你干嘛还老黏着我? 他哭笑不得, 这还用问? 因为喜欢你呀。 从相亲网上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喜欢你了。 喜欢我什么? 你明明有更好的选择, 干嘛非要找我这个离过婚女人? 他饶有兴致地抱胸, 那怎么样你才会信? 我图你年纪大, 图你不洗澡, 行了吧? 我是很认真在问你, 你这样莫名其妙的事好实在太让人不安了。 这样就莫名其妙了。 他笑出声来, 那我要是告诉你, 我是因为你才来的润光, 你岂不是要吓死? 宋小姐, 我的简厅不愁工作, 干嘛非到润光来, 还不是因为你在这里。 之前听红娘说, 你怕我是个骗子, 我总得想办法证明一下吧。 他凑近我, 现在我每个月工资都是你发的, 你说我还能骗你什么? 我一时间诗语, 他冲我挥挥手, 让开, 别影响我跟我丈母娘叙旧。 那顿饭吃得顺遂安好, 扬身在我妈面前表现得毫无破绽, 一个年轻有为, 又想当他女婿的潜力骨, 讨喜又不识分寸, 道行着实不浅。 我望着她的笑容, 不禁在心里暗自揣测,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时而幼稚, 时而沉稳, 时而轻挑, 时而又真诚, 让我琢磨不透。 我忽然想起梦里余文的诅咒, 永远不会有人爱你, 可是她的深情, 有没有一丝丝, 可能是真的。 我起了几天假在家养病, 我妈执意要过来给我做饭, 实际是给扬身做饭。 她尚赶着往我家跑, 每次上门都不空手, 送的都是些老年人爱的贵重物品, 还美其名曰, 关心属下。 我妈喜滋滋地照单全收, 然后殷切地留扬身吃饭。 两人天南海北地砍, 从佛学聊到投资学, 听说扬身炒股赚了不少钱, 我妈毫不见外地让她带着投资, 一口一个未来女婿叫得扬身心花怒放。 有那么一瞬间, 我甚至都怀疑扬身看上的不是我, 而是我妈。 我实在懒得管她们两个, 该吃吃该喝喝, 该睡睡, 专心养身体。 哪知才几天功夫, 我妈就已经掏心窝子, 开始给扬身讲我的过去了。 我们家宁命是真的苦啊, 她就是太单纯, 才遭人骗, 好在天道有轮回, 听说那个狐狸精最后跳楼死了, 老天还是有眼, 就是不知道那个姓游的怎么样了。 你晓得阿姨那个时候对她有多好乏, 真的没良心哦, 小杨你以后总不会这样吧。 妈, 我面色不善地打断她, 我妈识相地闭嘴, 我去买菜哈, 你们聊。 不好意思, 我妈嘴上没个把门的, 你别往心里去。 杨申倒是一场冷静, 她也是关心你。 气氛一时陷入尴尬, 她看了一眼表, 抓起沙发上的外套, 我今天就不在这吃饭了, 晚上还有点事, 你跟阿姨说一声, 她要走, 是我妈说的话让她觉得越界了, 还是我壁垒分明的态度触怒了她。 不知为何, 我心里竟有一丝难过, 三十多年了, 唯一让我动心的人, 竟然是个比我小十岁的男孩。 太多太多的鸿沟, 年龄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项。 酝酿几番都没能讲出挽留的话, 我送杨申到门口。 在她搭上门把手的那一刻,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如果这次再放她走, 可能以后都不会有机会了。 我走了, 她同我告别。 杨申, 我脱口叫出她的名字, 这是一次勇敢又艰难的探险, 但我愿意踏出第一步。 我三十八岁, 离过婚, 如果我跟你在一起, 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占你便宜, 汹涌的, 热烈的, 颤抖的。 与游文栋的温柔不同, 杨申像森林里的猛兽, 她钟爱那些原始的, 一双手像是要把人揉成一滩水。 我闭上眼, 想起那天她出门前说的话, 也许是我占你便宜呢? 宋佳宁, 你会后悔吗? 我们在湖底不断不断地下潜, 窒息的边缘, 她抱紧我, 一起浮出水面, 天亮了。 深深长长地喘息, 她的汗水滑过下河, 滴到我的眼睛上。 不后悔。 阳申, 我不后悔。 那一晚, 我们交换了更深更远的过去。 远到八岁时, 父亲眼里的凶光, 远到我深藏了三十多年的不安和恐惧。 你呢? 我问她, 你的家庭是怎样的? 她点了一根烟, 缭绕的雾气让我看不清她的脸。 我没有父母, 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姐姐。 她说, 她对我很好, 也很辛苦, 努力挣钱, 供我在国外读书。 那你们感情一定很好。 当然,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她掐灭烟头翻转身抱住我, 半开玩笑地说, 所以我喜欢大的, 懂了吧? 我笑出声, 我也喜欢。 她愣了一秒才反应过来, 恶狠狠地牵住我的双手, 再次压上来。 我连连求饶, 方才作罢。 我闭上眼, 躺在她的臂弯, 那你姐姐现在在哪? 很远很远的地方。 杨申对我好得不像话, 但也愈发让我惶恐。 她在公司都不叫我送会计了, 直接加宁加宁地喊。 原本还春心荡漾的小姑娘们, 对我日生怨愤, 在刘姐的窜多下, 每天都聚在茶水间, 聊我的八卦, 言辞极尽难听。 她都能当杨总的姑姑了, 一把年纪了, 还勾引领导, 真不要脸, 说不定人家以为自己是小龙女呢。 哈哈哈哈。 我捧着杯子站在茶水间的门口, 那些乌言晦语将我激得体无完肤。 杨申心下生怒, 当即就要进去训斥, 被我拦住。 以后在公司还是注意点吧。 我对她说,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 我在乎, 只是两句闲话而已, 你就退缩了。 她望着我,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知道会面对这些的, 不是吗? 我和你不一样, 我是个女人。 如果你真的想对我好, 就别把我往风口浪尖上推, 行吗? 杨申沉默, 算是答应了。 后来的日子, 她在公司跟我刻意保持距离, 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知道她心里有气, 可也没有其他办法, 除非我辞职。 但上一段失败的婚姻告诉, 我必须有一份工作。 几个月之后, 传言又转了风向, 说我勾引领导背剧, 让杨总厌弃, 他们讲得会声会色。 甚至连细节都杜撰了, 宋嘉宁借口工作, 约杨总见面, 去了之后才发现, 她在房间里拖了个金光, 杨申当即甩门离去。 要不是当事人是我自己, 连我都要信了。 我妈倒是很淡定, 你说你, 在意这些破事干什么, 她现在躺的是你的床不就行了? 你管人家讲什么, 三十八岁了哀, 脸皮那么薄干嘛了? 人家说你两句就要寻死觅活呀, 丢不丢人。 我跟你讲, 小杨不错的, 你要把握住哦。 最好嘛赶紧把你那个破工作辞掉, 让他把你娶了, 安心在家里帮他做做饭, 洗洗衣服, 这个日子才对挖你讲是不是。 我冷笑, 替我把握还是替你把握? 妈, 你能不能为我想一想, 我和杨申现在只是男女朋友, 你别把人家当女婿使唤行吗? 成天拉着人家干这干哪, 还让他带你搞什么投资, 他当场跳起来, 你这是什么话? 我是你妈, 还能害你呀? 再说了, 小杨要不是看我是他准账母娘, 能带我挣钱吗? 我实在听不下去, 饭都没吃, 就提前告辞了。 那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站在陡峭的悬崖边, 山下长满了盘根错节的红色花朵, 他们随风摇曳, 发出沙沙的声响, 来呀, 来呀, 他们说, 我没想到我妈会去借高利贷, 对方恶狠狠地告诉我, 前一阵周春芳找他们借了钱, 现在力滚力已经上了三百万, 今天之内还不上, 我们就断他一条腿, 要不要让老人家受罪,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浑身都在发抖, 努力稳住声线, 你让我妈接电话, 我要确认你是不是骗子。 不多时, 电话那头就传来她的哭喊, 佳宁, 佳宁救我呀, 我又急又气, 你脑子是糊涂了吗? 怎么会去借高利贷? 是我不好, 我一时起了贪念, 她哭得惨烈, 小杨早就跟我说了, 让我一个月之内收手, 但我看着账户里的钱刷刷往上涨, 就想着能多赚一点是一点, 反正没几天就回本了, 你先别急。 我努力控制住情绪, 房本你放哪了? 我的那两套房子, 我想办法去卖了应该能凑上钱, 佳宁啊, 她嚎啕大哭起来, 妈不好, 妈没脑子, 那两套房子我也卖掉投进去了, 五雷轰顶。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会议上, 杨申叫了我几次, 我都没听见, 直到旁人提醒, 我才回过神来。 对不起杨总, 她淡淡道, 会议结束之后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你妈卖了房子, 还去借高利贷? 她有些惊讶, 我之前告诉过她是庞氏局, 一个月之内一定要撤出来呀。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我眼泪止不住地躺, 她把我给她的两套房子都卖了, 家里现在什么财产都没有, 我上哪去凑这么多钱。 期间一个小助理没敲门就闯了进来, 毫无防备地见到了哭花庄的我, 一时不知该如何进退。 你是没长手, 所以不会敲门吗? 出去。 她语气冷翘, 吓得小助理连连关门, 用膝盖想也知道外面的八卦 又该风生水起了,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 我哪里还管得上那么多? 杨申替我擦眼泪, 是我不好, 应该盯着她一点。 不怪你, 她就是那样的人, 我早就习惯了, 你先别急, 我来处理。 她沉溺了一会儿, 向我伸出手, 把手机给我。 杨申照着之前的号码打回去, 连软带硬的周旋, 对方终于肯把数目压到二百万, 但必须今天就还, 否则就断腿。 我心如死灰, 别说两百万了, 就是二十万我也拿不出来。 杨申一句话也没说, 物资拉开办公桌前的抽屉, 取了一张银行卡递给我。 这是我的工资卡, 里面大概有五十万。 见我不肯收, 她脆生生地捏住我的手心, 你拿着, 就当我提前把工资卡上交了。 我海外账户还有钱, 但是今天划不过来, 不过你别急, 我来想办法。 她自顾自地踱步, 丝毫没有注意到我已经泪水横流。 杨申, 我轻声唤她。 她转头, 见我哭得不能自已, 心头一紧, 忍不住将我拉进怀里。 宋嘉宁, 她轻拂我的发丝, 语气铿锵,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杨申和我商量, 先用公司一笔货款垫上, 马上就放国庆假了, 没人会查账, 也正好有时间周转她的海外账户。 等她的钱到了, 就把公司的还回去, 一来一回, 不会超过十天。 我知道这件事的严重, 化款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抖。 那段时间, 我魂不守舍, 杨申为了宽慰我, 特地订了两张十一去丽江的机票, 待我散心。 结果旅途也并不顺遂, 航班因为天气晚了点, 我们登机的时候,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一路上气流颠簸, 飞机一副随时要失事给你看的样子, 我都开始担心, 这是不是我的绝命之旅。 杨申感受到我因为紧张出的手汗, 轻声问我, 害怕了。 我摇摇头, 你去过玉龙雪山吗? 他问我, 没有, 不过听说那里很美。 我姐姐一直想去那里看看, 那怎么不叫他一起? 他死了, 杨申定了一个, 抬眼就能看到玉龙雪山的民宿。 那一晚, 我听了一个故事, 一个让我浑身发抖的故事。 我们是孤儿, 我姐姐很善良, 小时候吃不上饭, 她宁愿偷东西, 也要喂饱我。 但你猜她偷什么? 方便面, 你说她傻不傻, 这东西又没营养, 又不好藏, 被人抓住打了个半死, 送去了公安局。 后来我们被人收养了, 虽然养父母也没什么钱, 但好歹抚养我们成了人。 那时候我就想啊, 我一定要好好读书, 将来挣钱孝敬他们和我姐。 谁想到, 我才刚考上大学, 她俩就出车祸死了。 家里断了收入, 我交不起学费, 想退学回国, 我姐死也不同意, 最后不知道从哪弄来八十万 给我交学费, 让我一定要坚持把书念下去。 我在美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 想着将来一定要挣钱报答我姐。 但是你猜怎么着? 没过多久, 她也死了, 连封遗书也没给我留。 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你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吗? 她直直地盯着我, 跳楼。 你姐姐是余文吧? 我艰难地开口, 你还不算太蠢, 不过也不聪明。 她举起杯子, 女人都一样, 碰到情情爱爱就失了纸。 本来我还以为自己要失手了, 谁想到你又巴巴地送上门来。 她语气轻蔑, 撩了一流我的发丝轻轻卷成圈, 没想到, 感觉还不错。 我忍住夺矿的眼泪, 抬手就要打她, 却被她轻而易举地拿捏。 又想动手, 她放下酒杯步步逼近, 将我压在椅背上, 俯身低语, 我的体力你又不是没见识过, 你觉得你打得过我吗? 我浑身发软, 使出最后一点力气推开她。 无耻, 我有你无耻。 她血红灼眼, 宋佳宁, 你被人说两句闲话都受不了, 想没想过我姐姐 被成千上万的人谩骂 是什么感觉? 那是她活该, 她破坏我的家庭。 我颤抖着声线, 那你呢? 你是不是也是活该? 她捏住我的下巴, 仿佛失去理智, 你知不知道, 她死的时候已经怀孕了。 是游文洞的吗? 我哑然失笑, 扬身, 我可怜她, 可怜她为了一个已婚男人, 落下这种下场。 你以为我就不难受吗? 我做的事, 只不过是在捍卫一个妻子, 应该有的尊严。 是吗? 她掐住我的脖子, 那想必你现在, 应该也很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吧? 我也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弟弟该做的事。 脖子被捏得生疼, 我费力挣扎, 你放开我, 不然我就报警了。 她笑了, 报警。 你猜警察来了会抓我, 还是抓你呢? 送会计? 职务侵占一百五十万, 要做几年牢, 你自己掰指头算过吗? 浑身像死了一样冰冷。 窗外嬉嬉嬉立下起小雨, 我想笑, 笑不出来, 想哭, 眼泪好像都干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气若油丝, 明天陪我上山。 我就考虑帮你把钱还了。 如果我拒绝呢? 你不会的。 她望着我, 轻轻笑出声来, 你没得选。 雨一夜没停, 我也一夜没合眼。 出发的时候, 她又恢复到了来丽江之前的样子, 细心地为我整理衣领, 仿佛昨晚的事都是一场梦境。 走吧。 她温柔地牵起我的手, 我忍不住地泛恶心。 一路上, 我像木偶一样被她摆弄, 坐车, 上懒道, 她细心地为我准备氧气罐。 缆车上的旅友们纷纷夸杨身是个实家男友, 她扣紧我的手, 笑意盈盈地全盘接纳。 不高兴吗? 她凑过来想问我, 我下意识躲开。 那我讲个笑话给你听。 她付过来轻语, 你知道吗? 你妈的高利贷是我找人借给她的, 现在你用公款还给我了, 去掉我给你的五十万, 还赚了五十万。 我浑身颤抖, 却说不出一句话。 恶魔, 她是个恶魔。 下了缆车, 她拉着我往山顶步行。 高反让我呼吸困难, 不得不蹲下大口夕阳。 她不耐烦地拽我起来, 起来, 这里不是你该死的地方。 我踉呛着被她拖上了山顶, 那里几乎没人, 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睛。 她望着山下, 喃喃道, 我姐说, 玉龙雪山的山顶是神灵住的地方, 许愿很灵。 我冷笑, 神灵要是知道你这么恶毒, 恐怕也不会让你如愿的。 她也不恼, 转身笑眯眯地看着我, 谁说的, 我现在不就如愿了吗? 我越发喘不上气, 摇了摇手边的氧气罐, 空了。 她拉着我一起看望山下, 是不是很美? 然后呢? 我要你从这里跳下去。 她认真地看着我, 体验一下我姐姐的感受。 我倒吸一口凉气, 连连往后退。 你怕了? 她笑起来, 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阳光洒在她的睫毛上, 隐隐绰绰地倒映在脸上。 这样纯洁无暇的皮囊底下, 却裹着一颗撒旦的心。 跳啊, 反正不跳回去也得坐牢。 她望着我, 五年起呢?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 哦,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会替你还钱吧? 她眨着无辜的眼睛。 我很想停静, 可是胸口传来追心的疼, 身体像穿了一个巨大的洞, 山风从中呼啸而过, 彼此还难受。 我艰难的张嘴, 几乎费尽了全身的力气, 扬身, 你对我是不是一点真心也没有过? 你说呢? 她似乎对我的问题感到惊讶。 我笑了, 身体越发地轻, 脑袋却越来越重。 阳光下, 阳身的脸慢慢扭曲成余纹的模样。 永远也不会有人爱你, 永远不会, 眩运和窒息一起涌上来。 宋佳宁, 你怎么了? 阳身觉察到我的不对, 竟难得地流出一丝紧张。 我说不出任何话,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踉呛着就要砸倒。 阳身抓起我的手仔细查看, 左手的指甲上已经生出一片发感。 他拎起手旁的氧气瓶响给我吸氧, 却发现早就已经空了。 阳身俯身给我做人工呼吸。 我神志不清地想推开它, 却使不出任何力气。 意识越来越模糊, 它吹进来的气明明是温热的, 我却一口也吸不进去。 宋佳宁, 他眼圈泛红, 恶狠狠对我道, 你不准死, 要死也只能从这里跳下去。 有人吗? 阳身急步冲下山, 有没有人有氧气? 眼前的色彩逐渐开始扭曲, 山下突然生出漫山遍野的红花, 他们随风摇曳, 发出沙沙的声响。 来呀, 来呀, 他们说, 这是黑暗来临前, 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像是被抛进水底, 周身都是刺骨的凉意。 游文栋的脸在我面前浮现, 宋佳宁, 你这个恶毒的贱人, 你就应该去死, 我拼命挥掉他的脸, 挣扎着像黑暗中唯一的光亮游去。 浮出水面的那一刻, 我看见阳身就伫立在岸边, 远远地, 远远地背对着我。 我轻唤他的名字, 阳身转头, 脸上的表情平静又凝合, 他一步一步走过来, 温柔地向我伸出手。 在我抓住他的那一刻, 他突然像马赛克一样, 一块一块地消失, 我重新坠回水里, 不停挣扎。 窒息到极致的时候, 我被一双大手拎出水面。 宋佳宁, 你不准死, 是阳身的声音。 我猛地睁开眼, 大口大口地喘息。 四周都是白色的, 阳光很刺眼, 周遭有进进出出的护士。 你醒啦? 小护士过来探了探我的体温, 不是我说你呀, 怀孕了怎么还能去爬山呢? 他呢? 我急急打断他, 就是和我一起在山上那个人。 小护士露出为难的表情, 你老公下山的时候跑得太快, 不小心滚下去了, 现在还在搜救, 可能凶多吉少了, 我的头一阵剧痛, 繁杂琐碎的片段如疾风咒语般袭来。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你老公凶多, 上一句。 小护士被我吓到, 怀, 怀孕了, 怎么还去爬山? 哈哈哈哈哈哈, 我轻声地笑, 不停地笑, 直到眼泪爬满脸颊, 被告人宋佳宁因职务便利, 非法侵占他人财产15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1条, 判处被告人宋佳宁职务侵占犯罪事实成立。 鉴于被告积极偿还的态度, 以及孕妇的身份, 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宋佳宁有期徒刑三年, 缓期执行两年。 妈妈, 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 就我没有呀? 是不是爸爸不爱我, 所以不要我了? 小雪乖, 爸爸在御龙雪山和神灵住在一起呢? 他很爱你, 也很爱妈妈, 真的吗? 那爸爸什么时候会回来? 等你长大了, 他就回来了, 接下来请听第三个故事, 婆婆带小姑子一家来我家养老, 老公支持我轰走他们。 婆婆带小姑子一家来我家养老, 这样三世同堂的日子我可不想过。 老公也忍不了, 而我更不会惯着他们。 自我介绍, 大家可以称呼我为林欢, 今年我已经三十六岁, 父母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出于对我幸福和快乐生活的美好愿望。 然而, 结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完全兑现这个名字所寓意的幸福。 我家位于一个三线城市, 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儿, 父母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身上。 在大学时, 我在老乡群里认识了刘欢, 我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名字结尾, 这让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随后, 我们开始了传统的约会, 一起吃饭, 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城市, 聊得很投缘, 几个月后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还有一个不安分的小姑子, 刘欢的家庭在我们城市的农村, 除了父母, 还有一个妹妹叫刘燕。 刘燕在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上学, 她认为上大学对她来说没有意义, 反而不如早点赚钱。 刘欢的父母一直教纵她, 尊重她的选择。 刘燕在十几岁时就和成年人一起在镇上卖衣服, 她口才很好, 懂得穿搭, 吸引了不少生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引起了一些小混混的注意, 年纪轻轻就与一个不良少年谈起恋爱。 刘欢的父母听闻此事, 赶紧召集了家里的叔叔, 将刘燕从镇上带回家, 为了阻止她与小混混接触, 他们在家里照顾她几个月, 直到她逐渐断了与小混混的联系。 刘欢的父母觉得, 最好的办法是为刘燕找个婆家, 相信婚后成家生子后, 她的性格会变得更加稳重。 因此,刘燕在哥哥之前结婚并生了孩子。 当我们大学毕业时, 刘燕的孩子已经一岁了。 毕业后, 刘欢和我都在城里找到了工作, 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于是我们决定步入婚姻的殿堂。 刘欢的父母表示, 前几年妹妹结婚时, 家里花费了不少嫁妆, 而刘欢上大学也消耗了不少资金, 现在家庭经济状况有些紧张, 只能提供给我们五千块钱。 这远远不够支付婚礼的费用, 更别提彩礼了。 当我向自己的父母抱怨时, 他们说, 刘欢的家庭条件就是这样, 他们家有两个孩子, 靠那几亩地也难以攒够嫁妆和彩礼的钱。 如果你因为这个原因而后悔结婚, 我们都会支持你。 但是我心里怎么能忍心放弃和刘欢几年来建立的感情呢? 她和她的家庭是两回事, 而且她是一个温柔体贴, 脾气好, 对我非常好的人, 而且她现在也很上进。 我不愿意因为金钱问题而后悔嫁给她。 妈妈说, 你是我们捧在手心呵护大的女儿, 我们不忍心看到你因为婚姻而降低生活质量。 既然你决定要结婚, 我们也不会再阻拦。 我和刘欢租了一套两居室, 简单地办了婚礼, 开始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女儿出生了, 婆婆重男轻女, 不来伺候月子, 结婚一年后我怀孕了, 我在怀孕期间一直感到非常难受, 孕土也让我无法正常工作, 只能卧床休息。 由于刘欢经常需要加班, 无法随时照顾我, 我妈妈也因为还在工作岗位上没有退休, 不能来照顾我。 我急需有人陪伴和照顾, 于是刘欢打电话请婆婆过来帮忙, 但婆婆以公共需要照顾为由, 拒绝了刘欢的请求。 无奈之下, 我妈只好每天中午和晚上做好饭送来给我, 在周末抽出时间, 来帮忙洗衣和打扫卫生。 幸运的是, 一个月后, 我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我可以正常进食并下床活动了。 在分娩时, 只有我爸妈和刘欢陪在我身边。 女儿降生后, 刘欢给她的父母打电话通知了他们, 但对方的反应冷淡, 一听说是女孩, 便挂断了电话。 我们也明白, 刘欢无法说服她的母亲前来照顾我坐月子, 所以我们不得不雇了一位月嫂来帮助我。 在度过坐月子期后, 我决定辞去工作, 专心在家照顾孩子, 而妈妈也会在周末抽空过来帮忙, 给我一些宝贵的休息时间。 很快, 女儿即将要上幼儿园了。 在过去几年里, 刘欢非常努力地工作, 拿到不少提成和年终奖金。 因此, 我们决定一步到位地购买一套学区房, 为女儿未来的教育做好准备。 当爸妈听说我们要买新房时, 他们非常支持, 并愿意拿出手中的三十万积蓄 帮助我们支付首付款。 在比较了不同房子的地段、 户型和楼层后, 我们很快就选择了一套房子。 尽管爸妈给了我们三十万, 但还需要十五万才能够支付完首付款。 于是, 刘欢打电话给她的父母, 询问他们是否能提供一些支持。 然而, 刘欢的婆婆听说我们要在城里购买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 表情变得异常严肃。 她似乎不相信我们有这么多钱。 刘欢解释道, 妈, 考虑到岳母已经给了我们三十万, 我们只差十五万就够了, 这些钱是借给我们的, 我会尽快还给你们。 然而, 刘欢的婆婆却回答说, 我们哪里有钱可以借给你, 我们家只有那几亩地, 根本挣不了多少钱。 那像你丈母娘, 靠国家工作, 每个月都有收入。 刘欢听后问道, 前几年我们不是借给了二叔家好几万吗? 当时你们还从我这里拿出两万一起借给他, 那他是否还了这笔债务呢? 婆婆有点犹豫地回答, 这笔钱还没还呢。 刘欢进一步追问, 那我可以给二叔打个电话问问看, 看他是否能够凑出一部分来帮助我们。 婆婆急忙说, 不要, 不用问, 他没钱。 刘欢追问, 你怎么知道他没钱呢? 婆婆苦笑着说, 哎, 我告诉你吧, 二叔那笔钱第二年就还给我们了。 刘欢追问, 那这笔钱呢? 你们把从我这里拿的两万呢? 如果可以, 我也需要这笔钱, 我现在确实有急需。 婆婆苦涩地回答, 那笔钱已经没有了, 你的两万也没有了。 刘欢吃惊地问, 怎么回事? 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花掉了这么多钱? 婆婆沮丧地说, 都是因为刘燕的事情。 她欠了别人钱, 然后赌博输了, 人家赌上门要钱, 刘燕害怕, 跑回来向我们要钱, 说如果当天不还钱, 人家就会把房子烧掉, 所以我们只好赶紧把存款取出来, 给她还债。 刘燕为什么没有报警呢?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告诉我? 我追问道, 婆婆苦笑着说, 报警也没用, 那些人我们根本招惹不起, 就算警察来了。 刘燕一家也会因赌博问题而被牵连进去。 当时虽然能抓住那些追债的人, 但他们出狱后还会找刘燕一家的麻烦。 这种丑闻实在不好意思在告诉你, 刘燕不想让别人知道。 本来我们只是想向公婆借一些钱, 没想到会揭开这么大的一团。 刘欢气得手都在颤抖, 我只能默默地给我的爸妈打电话, 请求他们再想办法借来十五万。 在签署购房合同的那天, 刘欢对我说, 这是我们的第一套新房, 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吧。 我感到好奇, 因为之前我们说好要一起买房, 所以问道不是说好写我们两个的名字吗? 刘欢坚定地回答, 我决定了, 这套房子写你的名字, 等我们买下下一套, 那时候我们就共同拥有。 我笑着说, 老公,你真厉害, 还有第二套房的计划呢? 他答道, 必须的, 我答应过你, 要给你好的生活, 我不能食言。 自从你嫁给我以来, 不管是婚礼, 生孩子, 照顾孩子, 还有这次购房, 你和你的父母都为我们付出了很多, 我都记在心里。 特别是这次购房, 首付款一半以上都是岳父岳母出的, 我不会忘恩负义的。 房产证写你的名字, 也是为了保障你的权益。 听了刘欢的话, 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很遗憾, 我父母没有亲自听到他这番话。 婆婆要养老费, 就在我们刚搬进新家没多久, 婆婆给刘欢打电话, 提出要每月给他们三千块钱, 作为养老费用。 刘欢疑惑地问, 妈, 这是怎么回事? 养老费用? 你们才五十多岁, 这么早就考虑养老了吗? 婆婆解释道, 我们辛苦一辈子把你俩养大了, 现在身体一直不太好, 总是有点小毛病, 工作也不好找了。 刘欢说, 妈, 你也知道, 我们刚刚买了房子, 借了很多钱, 能不能等我缓一缓再给你们? 婆婆道, 你们有钱才买房。 你的工资很高, 手头宽裕, 留点给我和你爸的养老费用不过分。 刘欢越来越激动, 说道, 哎, 妈,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们买房的钱, 有一大部分是岳父母给的, 是需要还的。 而且, 结婚时的费用也是岳父母承担的, 我们家的五千块又算什么? 我们有钱, 也是我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听到刘欢的话, 我担心吓到孩子, 便把女儿带到卧室, 但留门缝开着, 能听到他们的对话。 婆婆坚持自己的立场, 把你养大, 供你上了大学, 我们也没有白养活你吧。 刘欢不满地回应, 妈, 如果你真这么想, 我可以给你详细解释一下。 大学四年里, 只有大一第一个学期, 我让你们交了学费, 其余几年的学费, 都是我自己打工兼职赚的, 没有花家里一分钱。 反而是刘焰, 你们好好想想, 这些年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钱。 我以前也零零散散, 给家里好几万, 难道都给了刘焰? 婆婆不肯妥协, 给她怎么了? 我不能看着我女儿在婆家受苦啊, 别给我扯这些没用的理由。 从下个月开始, 每月三千块转到你爸的银行卡上。 刘欢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还得还房贷, 还要养孩子, 三千块太多了, 两千块可以吗? 如果答应的话, 我会尽量给你们转过去, 不行的话, 我也无能为力。 婆婆最终妥协道, 好吧, 两千块也行, 总比一分没有好。 她说完后, 便挂断了电话。 我走出卧室, 老公看着我, 神情充满内疚, 媳妇, 我妈要求每月给她三千块养老费。 我回应说, 我已经听到了, 爸妈现在身体状况确实不太好, 每月养老费是应该拿出来的。 老公感叹道, 如果他们真的需要这钱, 我一点都不会心疼。 但是, 他们的身体并没有那么糟糕。 前几个月, 我带他们去体检, 除了我爸脑部血管有一些问题外, 其他方面都还健康。 我担心, 今天要的这个养老钱, 又会流入刘燕的口袋, 他家真是一个填不满的窟窿。 第二个月的一号, 刘欢按照约定将两千块转给了他父亲的账户。 然而, 半年后, 公共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婆婆五十多岁, 来到我们家寻求养老。 丧夫后, 婆婆在家感到孤单, 无论老公是工作还是休息, 他总是会打电话来, 通常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 但实际上是在表达他想来成立和我们一起养老的愿望。 老公明白婆婆的想法, 但因为考虑到我的感受, 他没有直接提出来。 尽管理所当然地认为婆婆应该来儿子家养老, 但作为一个儿媳妇, 我并不太愿意这样安排。 回想起当年, 公婆宁愿把钱都给刘燕, 也不愿多给我们一点结婚费用, 更别提彩礼了。 从女儿出生到举办满月宴, 他们总共只见过孙女一次, 并且明显嫌弃她是女孩, 还催我生二胎。 两个从未共同生活过的婆媳, 突然被迫住在一起,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矛盾。 我真的不希望我们的生活变得鸡犬不宁, 而这对女儿的成长也没有好处。 婆婆自己来了, 然而,有一天的清晨, 我被一阵框框框地敲门声惊醒。 当我打开门时, 惊讶地看到婆婆大包小包站在门外。 原来,婆婆没有事先征求老公的意见, 直接带着行李上门来养老了。 既然婆婆已经来了, 我们只好收拾出一间屋子给她住。 也许因为出来乍到, 她还没有完全熟悉环境, 所以刚开始我们相处得融洽, 一切都相安无事。 婆婆作妖, 几天后, 婆婆开始展现出一些问题。 早餐她要吃外面买的, 她说家里的早餐变化不多, 养老就是来享福的。 每天都应该有不同的早餐。 中午刘欢不在家吃饭, 所以她要吃一些清淡的素菜, 晚上等刘欢回家再做带有肉的菜。 我提醒她说, 这样不行, 孩子的营养需要跟上。 她却回应, 那个丫头骗子需要什么营养, 长大了还不是人家的人。 我试图解释, 妈, 你的女儿也是个丫头骗子, 为什么总是对她那么不满意? 刘欢不是丫头骗子, 你也没有多疼爱她呀。 婆婆则生气地说, 有你这么对婆婆说话的儿媳妇吗? 你太过分了, 还敢说不得了。 刘艳是丫头骗子, 但我有儿子, 你有儿子吗? 看到婆婆这么无理取闹, 我只好抱起孩子下楼, 不再侍候她。 在外面, 我和女儿自由选择吃些什么, 晚上老公加班没回家, 我和女儿在我妈家吃完晚饭才回家。 小姑子一家上门要常住, 第二天早上, 我决定不起床去买早点, 而是打算自然醒后带女儿外出吃早餐。 在朦胧中, 我听到家里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对劲, 因为老公昨晚没有回家, 客厅应该只有婆婆一个人。 我感到不安, 急忙爬起床, 打开房门, 却看到客厅里摆满了大包小包的行李, 小姑子和她丈夫穿着鞋 踏在沙发前的干净地毯上, 两个孩子也没有拖鞋, 正兴奋地在沙发上跳来跳去。 这是怎么回事? 这还是我的家吗? 愤怒涌上心头, 但我努力克制住自己, 问道, 刘燕, 你们怎么来了? 要去哪里? 这是搬家吗? 请让孩子下来, 他们都没拖鞋, 沙发套很难清洗的。 刘燕的丈夫说, 嫂子, 您在家吗? 我们早上乘坐村里的搬车来的, 一点东西都没吃, 饿死了。 婆婆在一旁指挥我, 快去给他们买豆浆油条, 刘燕最喜欢吃这个了。 我回应, 妈, 我还要准备孙女起床呢, 你坐给他们吃吧。 然后把两个孩子从沙发上拉下来, 脱了鞋子, 我就回了卧室。 这局面实在太混乱了, 我需要冷静下来。 女儿醒来后, 她好奇地问我, 妈妈, 外面是谁呀? 我回答, 今天妈妈要带你去小公园玩, 我们可以玩很长时间哦。 女儿高兴地在床上跳了起来, 婆婆当家做主, 把我们一家赶到小卧室住, 我们家原本有三室两厅。 我, 刘欢和女儿住在大卧室, 婆婆住在小卧室, 还有一间做书房。 你们四个人多, 住在你哥家的大卧室吧。 我可以住在小卧室, 那张床可以容纳三个人, 我可以睡书房的小床, 这样挺合适的。 婆婆提出了房间安排, 听她这么说, 我明白刘燕打算长期住下来了。 她的计划是把我们一家都赶到小卧室, 这样我的房子就信了她的名字。 我不禁感到愤怒。 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她怎么可以这样傲慢, 把自己当成了女主人, 准备指挥我们。 逼急了, 小白兔也能完胜老狐狸, 我感到愈发不耐烦, 于是拿起手机发了一条语音给老公, 告诉她家里的状况。 然后, 我给女儿拿了一盒牛奶和一本绘本, 告诉她, 宝贝, 稍等一下, 妈妈有些事情要处理, 然后再来给你穿衣服, 不要出卧室哦。 当我打开卧室门的时候, 我差点和正要把行李搬进我们卧室的小姑子相撞。 我摸了摸额头, 顺势把她推了出去, 并迅速降门关上。 你这是干什么? 欺负人家? 你哥还没去世呢? 怎么这样说呢? 我回应, 你们不是要尽早走吗? 把我们都挤到小卧室去了。 婆婆出来试图调解, 这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大卧室和小卧室差不多。 我坚决地说, 这是我的家, 我为什么要妥协? 婆婆不讲理的回应, 虽然是你的家, 但也是我们的家。 房子是我儿子的, 我是她的母亲, 所以你必须听我的。 我毫不退让, 房子是我丈夫和我一起买的, 你没有出一分钱。 我会给你几天宽限, 但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要在这里住, 每个人每天要交一百块钱。 来吧, 先交钱, 然后再住宿。 我态度坚决, 绝不妥协。 婆婆气得浑身发抖, 她愤怒地说, 呸, 你竟然让我住我儿子的房子, 还要我交钱。 这是她妹妹, 妹夫和外甥, 你敢给他们要钱吗? 我坚定地回应, 不给钱, 就别在这里住。 外面有很多宾馆可以住。 婆婆愤怒地说, 五十多岁就养老, 这有什么寒惩的? 我来我儿子家养老, 住宾馆干嘛? 我不客气地反驳, 五十多岁就养老, 你觉得正常吗? 我爸妈比你年龄大, 还在工作。 你们老孙家是有金矿, 还是有银矿啊? 这么早就养老, 还以为你儿子会像挖矿一样, 一先就能挖出金子来。 婆婆气得语无伦次, 最后怒气冲冲地说, 你, 你这个不孝顺的女人, 除了生个丫头, 你还会干啥? 我会让刘欢来, 我会让刘欢给你离婚, 我们找个生孙子的传宗接代的男人。 他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但电话一接通就被挂断了。 很快, 我们听到了开锁的声音, 老公回家了。 婆婆和小姑子听完老公的话, 满地撒泼, 看着地上一片狼藉的行李, 沙发上深深浅浅的鞋印, 地毯上粘着的土字, 还有婆婆气得通红的脸, 小姑子充满敌意的眼神, 老公明白这里正在发生一场恶战。 全家人都看着他, 他沉着冷静地换上拖鞋, 走到我身边, 关切地问女儿在哪里。 我指了指房间, 告诉他女儿没事, 不会出来的, 然后他找了把椅子坐下。 老公开口问, 刘燕, 你们今天怎么来了? 小姑子撅着嘴回答, 我来找咱妈, 好几天没见咱妈, 想他了。 老公镇定地说, 妈已经见了, 她现在好好的, 你们走吧。 小姑子坚持道, 我不走, 咱妈在哪, 我就在哪。 老公试图找到解决方案, 正好我把妈送到你家去, 你们天天可以在一起。 婆婆生气地说, 我不回去, 我要在这里养老, 哪里都不去。 刘燕也表示, 我也不回去, 你看我老公和你外甥都来了, 我们也在城里找工作, 让孩子在城里上学。 老公深吸一口气, 试图安抚下自己的情绪, 寻找解决办法。 你们都说完了吧吗? 现在该我说了, 妈在这里养老是应该的, 作为儿子我不能孽, 但是妈你不能为老不尊。 我有义务养你老, 但是十年看婆十年看习, 想想从我们结婚到现在买房, 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 你和爸是怎么对待儿媳的? 我就不用细说了吧。 还有,我的女儿也就是你孙女, 她有名字, 她的名字不叫丫头骗子, 如果你老人家继续重男轻女, 请恕我不孝。 刘燕, 我是为了我女儿上学, 才买的这个学区房, 而且这套房只有一个上学名额, 所以我不能答应外甥在这里上学。 你们要是准备在这里常住打工赚钱, 请你们出去租房, 不能住在我家里。 来做客, 我欢迎。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家是我的, 但房子是我媳妇的名字, 她有权决定关于这个房子的一切, 因为买房的钱是我岳父母套的。 所以, 妈, 如果你儿媳不愿意, 你还真的不能住在这里养老, 要么我送你回老家, 要么我给你在附近租个房子。 婆婆一脸不相信地看着刘欢, 又看看我, 突然躺地上撒泼打滚家哭喊, 哎呦, 我低个娘来, 可不能活了, 这是要往死里逼我呀。 老头子, 你快点把我带走吧, 我活不了了呀, 哭喊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小姑子在一旁也不顾他妈, 一屁股坐在地板上, 也拍着腿哭着喊起来。 刘欢就坐在那里, 静静地看着他妈和刘艳在那里哭闹, 面上虽看不出任何表情, 想必心里也被这娘俩 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吧。 妹夫和孩子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 时不时地往这边瞟一眼, 根本没有拉他们起来的想法, 他们可能经历这种场面太多, 见怪不怪了吧。 我转身回了卧室, 关上房门, 在抽屉里拿出房产证, 给物业打了个电话, 然后继续给女儿穿好了衣服。 婆婆和小姑子被赶出家门, 马上, 物业处和小区保安来到我家, 我给他们看了我的身份证和房产证, 告诉他们有人私闯民宅, 请他们处理一下。 保安已经把婆婆和小姑子的行李 放到了电梯间。 婆婆和小姑子还赖在地上不走, 最后被保安给嫁出去了。 妹夫嫌丢人, 拉着两个孩子掀下楼了。 老公拿给保安二百块钱, 请他们帮忙找辆出租车, 把这一家送回去。 关上门, 看着一片狼藉的家, 我内疚地跟老公说, 我做得太过分了吗? 老公说, 虽然你没说, 但这几天妈在家里对待你和女儿的态度, 我都看在眼里。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些惊讶, 我并没有告诉老公关于这些琐事, 因为我不想让他因为这些婆媳问题分心工作。 你忘了吗? 月子里请得月嫂, 我在家里安了摄像头, 刚才在回家的路上, 我看到了现场直播, 没想到你在吵架时还那么理智和果断。 你真的看了? 我捶了他一下, 当时我好紧张, 担心你会怪我, 所以才决定彻底解决问题。 面对婆婆和小姑子, 我确实没底儿。 放心吧, 虽然一个是我妈, 一个是我妹, 但我也不会容忍他们的无理取闹。 终于, 家里又回到了平静而美好的状态。 结语, 分寸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它提醒我们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和环境中 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和界限, 以维持生活的有序和和谐。 我们不应该过分依赖他人, 成为他人生活的累赘。 相反, 我们应该努力独立, 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不论是在与父母相处, 还是与兄弟姐妹相处时, 适度地互相尊重和保持适当的距离 是至关重要的, 这样才能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和烦恼。 编 welcome mixed与父母相处。